位居宜蘭東方海域的龜山島 平時無人居住 為了保護島上的生態環境 每年11月起都會實施封島三個月 在開放的期間還有人數限制 必須提前申請登記 才有機會登上龜山島 也因此讓這座美麗的小島 始終帶著神秘的氛圍 讓人想一看究竟 遊客快速登島 山壁上強有力的國軍標語 高處有一棟綠色的 迷彩服圖騰建築物 大大的三個字 龜山島 錦羅碼頭是兩座重立式 混凝土沉香合併而成 屬於離岸碼頭 不會破壞龜尾的生態 碼頭這麼簡單 我說我們就怕龜尾巴消失掉 所以我們就經過幾年的水紋試驗 最簡單的碼頭 才不會影響龜尾巴的消失 龜山島已經開放十年 對許多遊客來說仍是初體驗 由於季風和海象的關係 每年三月到十一月才可以登島 每年經營超過十三萬人次到榜 保護得很好 很有原始風味 天空必然 樹葉很輕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地方 龜山島是我們宜蘭的地標 所以是我們一些遊子 那出外的 出去也是他送他們出去 回來是迎接他們回來 整個登島行程約一個半小時 由導覽人員帶領遊客 繞龜尾湖一圈 探索冷泉 廢棄的村落 小學坑道 再登上高處看看鵝卵石堆砌的海岸線 遊城相方輕鬆愜意 老舍嫌疑 我們在龜山島 對 非常漂亮的地方 島上的一草一木一樹都不能拿 因為都是屬於環境保護地區 觀光局今年開始大面積做綠化 規劃為新的遊客中心 將來不只搭船可以賞金 登島 坐船環島 還可以到遊客中心來參加各種體驗營